給多一點容積會不會誘因大一點 其實這是一個 飲鎮止渴的一個方案 這是飲鎮止渴嗎 就是說其實政府一開始 只是想要補助一點造價 讓你們大家願意改房子 結果沒想到這個 一寄出來好多案子都是等於說 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價值倍增 所以造成說變成一個 都跟大樂透的一個概念 快邀請小房加入耐群種 和親友一起找尋 最適合你的房子 站在建商的立場我們剛剛講 建商如果他買得到土地 他覺得搞都更是太麻煩了 因為要整合那麼多戶人家 那天我剛才講 忠孝東那個案子 還鬧出人命呢 所以覺得一想就覺得很煩 不如乾脆買一塊土地 來蓋蓋比較快 那如果我們要讓市容漂亮 還是得讓老建築物去更新 才會讓整個市容 整個城市的景觀能夠進步的話 你看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銷陷限制之外 站在建商的角度 我不曉得 給多一點容積 會不會誘因大一點 其實這個是一個 引證止渴的一個方案 這是引證止渴嗎 是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們剛剛回到 剛剛教授講的這個容積 這個獎益額的部分 當初政府在設計的時候 它是一個補助的心態 譬如舉例來講 我今天政府要提倡電動車 我一台 比多狗狗樓一台 然後多少錢 然後我就補助一個 補助你一部分的金額 讓你大家可以用更少的錢 去買到這台電動車 那可是政府在做都更的時候發現 哇這個數以千萬千億劑的 這個重現經費 政府沒有錢來做補助怎麼辦 所以他用容積獎勵這件事情來做 那容積就說有讓房子越漲越高嘛 對對對 可是問題是 其實他當初的想法應該 所有的政策都一樣 應該想法就是說 我補助你造價 譬如說你蓋一瓶二十萬 我補助你五萬 也是這種概念 就是一定比例的補助就好 可是容積獎勵這件事情 很吊詭的地方是 因為他送的容積這件事情 他的價值跟房價跟造價的差價 有絕對的關係 舉例來講 譬如說 譬如說我這邊房價一瓶兩百萬 而我的造價是四十萬 所以我的一瓶的這個容積就值一百六十萬 可是呢 我如果在淡水 譬如說舉例來講 我的房價才二十萬 我的造價要十八萬 可是我的造價也是要十幾萬 那我的一瓶 我送一瓶容積數只有兩萬的補助 所以那個是幾十倍的差距 所以他當初政府的利益是很好 因為政府沒錢 所以說他送這個開發權 就直接給你瓶數嘛 對 可是他造成城鄉差距非常的大 為什麼我們現在只有台北市 新北市能夠做這個讀根 是因為他的誘因夠高 甚至他的容積價值夠高 對 他有些案子甚至做到說 不只一瓶換一瓶 甚至遠超過這一瓶換一瓶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 當然啦 所有的案子都是 有錢賺的大家會先做嘛 所以說之前成功的案子 都是那些特例的案子 就是說 其實政府一開始只是想要補助一點造價 讓你們大家願意改房子 結果沒想到 這個 一寄出來 好多案子都是等於說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價值倍增 所以造成說變成一個都根大樂透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哇 整個都根變有利可圖 可是呢 其實這個反而造成了一個 大家已經回不了頭 因為其實說真的 像我們講的機車來講 如果說 其實汽車 如果說舊車 事實上你說你是建商 你不是應該很高興政府給容積嗎 你反而不贊成說 過度的給 透過容積來獎勵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的容積獎勵 如果增加了一個部分 當然我們可以或許 其實說 我們現在都看到只有少數的成功案例 可是其實大部分的都根 其實是沒有辦法推動的 所以說 事實上 我們看到 我們或許 如果我們把容積獎勵多一點點 我們可以多讓2% 3% 或5%的這個案子可以都根 可是事實上 其他人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 大家覺得說 不用花錢 就可以 甚至價值倍增這件事情 就是重蓋以後 不但是那個不用花錢 還可以賺錢 這件事情 變得理所當然的時候 大家都期待這件事情 可是事實上 我們剛剛問的是說 好 我們今天這邊 增加容積增加一點 我們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舉例來講 像淡水 一瓶20萬 他造價要19萬 18萬 那一瓶 那你要給他 幾千 幾千%的獎勵 他才能夠 所以給容積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對 因為容積大概只能解決 雙北的問題 而且其實 他會有很大 但是離開雙北之後 靠容積來推動都更 那個誘因其實沒那麼高 對 而且它是會發生說 即使是雙北市 還有很多地方 沒辦法推動都更 所以說大家都在等 大家都在等 政府是不是獎勵 哪天會再更多 然後可以 就是可以夢想 有一天可以一瓶換一瓶 可是這個夢是永遠達不到的 所以這件事情 大家就永遠都在等 所以說有時候 我們講都更20年 大家都在等 明天的獎勵會更好 好 因為呢 很多民眾都想說 我這個都更大概 一輩子只有一次機會 對不對 所以呢 不好好的 談一下怎麼行 超伴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ório 從人們家 我們去找 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